大家好,我是健科管理师李喜豪 失眠的表现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所不同 但是总的来说它有五大类 今天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五大容易失眠的体质 然后给大家介绍相对应的几个比较简单的茶疗方 非常适合我们从体质方面,从日常的饮食方面来调节睡眠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五种容易失眠的体质都是什么样的 大家自己去对照一下 第一个是入睡难,焦虑型失眠 熬夜焦虑生物中紊乱是现代人失眠的主因 如果你每次睡觉都无法在30分钟以内去入睡 长期睡眠时间低于6个小时,而且又容易多想就属于此类了 第二类是半夜醒,压力醒的失眠 睡眠浅,多梦,容易醒,醒后难以再次入睡 这是多为精神压力过大所导致的 第三种是白天困,属于内虚型失眠 要是晚上睡眠正常,但是你白天还是常常犯困 这可能说明身体是过度疲劳的 多跟身体的一些其他问题相关 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了一个月以上 就要赶紧去查明病因,避免恶化 第四种是睡不醒,是疲倦型的失眠 如果每次睡醒之后都非常疲倦乏力 但是并不犯困,可能是深度睡眠不足的原因 这可能就跟情绪不良,精神紧张有关 第五种是睡太少,亢奋型的失眠 有些人每天睡得非常少,但是仍然精神非常亢奋 可能也是一种失眠的表现 虽然表面上你精神不错,实则会大大加重机体的损耗 埋下疾病的隐患 以上这五种体质的人是最容易发生失眠问题的人群 大家可以自我去检视一下,看看你自己是不是在这些情况之中 如果是,咱们一定要去思考一下自己平时有什么导致失眠的原因 导致精神压力的原因,争取从心理和生活上也去做一个调整 那么身体的内需还是要靠内养 改善失眠的根本还在于五脏调和,气血通畅 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以去灵活运用一些小茶包 来给自己做一个食疗 下面给大家列出四个适合失眠人群的食疗茶包 大家要记下来 第一种是,腹胀难眠 我们需要羊皮 消化功能不好是失眠的常见原因 表现为饮食之后食之不化,胃中拌酸水以及大便酸臭等等 食料的茶包是,健胃三芽汤 炒麦芽30克,炒骨芽30克,炒稻芽30克,陈皮15克 四种材料加入1000毫升的清水 大火煮最后转小火 小火熬煮30分钟之后 我们再饭后来饮用,帮助消化 第二种是,烦躁的失眠,需要养肝 这种情况呢,多眷一入睡之后 多梦,惊醒,伴有胸邪的闷脏 口苦,烟干,小便黄,大便蜜结,这些问题 食料茶包是菊花茶 每天用6克杭白菊搭配枸妻子去泡水喝 注意,这个菊花呢,它的腥味是偏于苦寒的 脾虚,脾虚以及胃寒的人群不要多喝 第三种是,彻夜难眠,需要养心 不能静下心,就会让精神一直处于一种警灯的状态 不能产生睡意 如果能够做到凝神静心,就有助于舒缓情绪 让我们静快入睡 食料方式,龙眼酸枣仁茶 用芡食10克,龙眼12克,酸枣仁10克,白糖适量 先把酸枣仁捣碎,拿干净的纱布包起来 再跟龙眼芡食一块放到纱锅里 倒入500毫升的清水,熬煮30分钟 煮好之后呢,拿掉酸枣仁茶包 再加入适量的白糖或者蜂蜜 去渣,取汁,带茶来饮用 第四种是容易被惊醒的失眠,要去热 很多白铃呢,偶有失眠 但是一旦入眠就会易惊醒 睡眠之后感觉乏力,伴有口苦心烦 口中黏腻多痰等等 适用的茶包是陈皮水 选用6克陈皮,用开水煮沸当作茶喝 每隔一天煮一次 建议呢,用开水煮沸 比单纯的用开水去冲泡 效果要更好 那今天呢,给大家做了 比较详细的失眠的区分 大家一定要去认真的思考 以及对照 看看自己到底是哪一种的失眠 找到比较准确的 对应的食疗的方法 才有可能得到更好的效果 而且呢,我们也要尝试去放松自己 从心理上给生活去做减法 让自己在睡觉的时候呢 能够真正的放松下来 然后再做减法